各位同學,現在我們來到第四個Quadrant 270-360度之間 好,我們試試一樣東西 sine 300度 300度就是270-35度之間 我把它寫成sine 很有趣,我把它寫成360度-60度 有心加,心數-60度 這個就是-60度 等於-開放3-2 好,我們試試按一下 sine 300度 sine 300 記住,-0.866 好,我們按一下 -開放3-2 扶開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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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機 一樣是-0.866 是對的 這裡是對的 這裡我們可以計到 就算它在Quadrant 4 好,我們都可以計到 sine value是多少 其實是怎樣計的呢 我們可以很快出來按一下 好嗎 好,這裡有一個 coordinate plane 好,這裡是Y-axis X-axis 如果這隻角是Quadrant 4 這個就是這隻角了 很大隻的 我這樣看 設成360度減一些角 這隻角差一點才到360度 這樣轉一個圈360度 360度 我們稱為360度減Feature 即是說,差一點才到360度 這隻角呢 就剛剛是Feature 好,我們在這裡畫同樣大隻角 同樣長條 好嗎 來 一樣是畫Feature 一定畫到的 對不對 好 這樣的話 這一點的座標 我們叫做 A B 這條線層叫做R 你畫到一樣長 就叫做R 好 這一點的座標 下面這一點的座標是多少呢 好 X座標一樣 Y座標 B變成是-B B 現在呢 Sine 360度減Feature 好了 看到了 360度減Feature 這隻 Sine是 Y over R 跟據定義Y over R Y就是-B R 負成B over R B over R B是這個 A是這個 B over R 就是Sine Feature 另外一個 Cosine 360度減Feature 就是 X over R X 就是A over R 剛剛就是正Cosine Feature 而Tg 360度減Feature 就是Y over X Y over X 就是Y over X -B over A 有一個負數的波 B over A 就是Tengen Feature Tengen Feature 這就是另外三個 Identity 不用怕 Identity很多 因為我一會兒教你 有一個簡單方法 很容易記 很容易記 不如我們試試做些例子 好嗎 Tengen 315度 是多少呢 315度是360度減多少 沒錯 沒錯 就是減45度 Tengen 36度減Feature 等於是 不好意思 這個負 不好意思 等於是負Tengen 等於負1 好了 這裡看看 Tengen 315度 沒錯 就是負1 就是負1 OK 你記住這裡 有不少的Identity 你要記住 等我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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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給我們Stuck Notes 大家看看吧 我會的Soft Copy 我會的Soft Copy 都給大家 Hard Copy 我都預備了給大家 大家可以 復光的時候 就會落到的了 這裡 剛才我教這麼多東西 其實在我們的Notes裡面 你不用怕 就有了 好 我先給你一個板子 你看一下 沒錯 這裡 我將它放大 原來我們已經說到第十五版 這裡 在第二框 第二框 第二框 用180度減 因為不夠180度 Sine 就是正 Cosine 就是負 Tengen 就是負 在第三框 第三框 就是180度加 因為多於180度 Sine 是負 Cosine 只有Tengen 是正 好了 在四框 只有cos 是正 Sine 和Tengen 都是負 那這個怎樣呢 這個就是大於360度 轉來的時候 大於360度 即是360度 再加一直角 等於Sine 等於正 Cosine 也是正 Tengen 也是正 因為在第一框 所有都是正的 好了 我們先說到這裡 不好意思 這幾道 這裡有 1 2 3 4 5 6 12個 Agentity 我們盡辦法透過很多例子 等等 要去記住 要去好好運用 它